大家好,今天我们做一个糯米南瓜饭 糯米提前一晚上泡好 然后把它腻出来 倒到一个大碗里面 蒸锅里掺小半锅水 把糯米放上 大火蒸20分钟 准备一个小南瓜 它的上半部分切下来 用锁纸把它的壤掏出 蒸了20分钟的糯米取出 放入一块黄油 适量的白糖 白糖 白糖的口味根据自己调 因为等会还要放豆沙馅的 所以说尽量少放一点白糖 翻拌均匀以后 我们给它放进南瓜里面 在它中间放入适量的豆沙 然后再给它盖上 把装好糯米的南瓜放到锅里面 盖上盖子 再蒸20-30分钟 蒸熟了我们把它取出 取出来 南瓜糯米饭就做好了